小男孩在蛋糕店的橱窗里 看见蛋糕时 有什么反应 记住 什么是反应 等一下我们就看 这题我们的反应有哪几种 动作 还有这个语言 神情 还有一个是心情 不是每一次反应都有 有时候可能两种 有时候三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之后 小男孩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们来到篇章里面来看 小男孩在橱窗 我们看到在这里 有什么反应 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他兴奋地拍着小手 然后呢 决定在店里 这是他的行动 挑了妈妈最爱的蛋糕 送给妈妈 那么这题我们怎么答呢 那么小男孩在蛋糕店 在橱窗看见蛋糕时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的神奇是 眼睛亮了起来 那么兴奋地拍起了小手 他的动作是拍起了小手 那么最后他的行动 都是决定在店里挑选蛋糕 送给妈妈 你的表达气质对吗 老师把参考答案放在这里 那么这一题老师怎么给分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小男孩在蛋糕店的橱窗看见时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兴奋地拍起小手 那么决定什么呢 后面这一题就给了两分 决定在这个店 买妈妈爱吃的蛋糕 然后还有一个后面 我们再补充一点 送给妈妈 这是她的行动 这一点一分 吃个点 前面两个点两分 后面两个点两分 再次下转一步